高雄市副市長林青龍 30日出席中正國小綠油先進啟用典禮 林青龍提到 中正國小原本頂樓是以鐵皮覆蓋 拆除後 以綠色植栽更環保的方式來降溫 而目前高雄市推動的綠屋頂建設面積 更達到比魏武營國家藝術中心的綠化植栽 6倍以上 而且未來還會繼續推動 那麼這個你看這個以前 它是一個被遮蓋的 我們把它打開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綠屋頂 那這個綠屋頂呢 從102年推到現在 已經幾乎說有整個 五個到六個魏武營的大小 就是綠屋頂的綠化面積夾起來 也在這裡也跟各位預告 我們很快的就會跟另外 有一個叫純粹是做太陽光電的 將近有四五十幾個學校 一次簽約的 也即將要開始 高雄市各級學校的頂樓 目前不僅以太陽能來取得環保用電 也透過綠牆 綠屋頂的計畫推行 來達到建築降溫 以及淨化空氣的效益 透過中正國小的綠油先進示範場域 老師與學生不僅可以在此交流學習 也緊接地在生態教育上 可以究竟實際接觸到 那在這裡我們希望這個地方 以後會變成我們跟日橋學校 我們可以來共同使用 老師可以帶著小朋友來這裡做觀察 那個昆蟲還有一些植物 或者是一些學習 那甚至於說可以在這裡寫生 都是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由於日橋學校目前是搬遷到中正國小 並一起共用校園 在綠屋頂的推行下 也讓兩國的環保教育 神聖地在此扎根與相互學習 記者李佳龍採訪報導